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現在呢 夏天來到日落時間 日照時間長了很多 現在晚上9點 還未天黑 還在日落 太陽在那裡 我們在家吃完晚飯 開車20分鐘到這裡 還可以繼續和大家拍片 分享樓盤資訊 這個時間突然變得很有效率 像冬天一樣 5點 4點下班 那種感覺已經過去了 我們今天和大家分享些甚麼呢 我們就來到這個來Carrie 家 20分鐘 Driving Distance 的一個大家很熟悉的地方 就是Metrotown 的地方 在Burnaby 我們是來和Metrotown 一站之隔的Patterson 那個站 之前也和大家在這個站附近分享了不同的樓盤 比如說前陣在Pearlah 在那個位置 Pearlah 後面就是Skytrain 站 今天分享的這個樓盤 發展商是Concord Pacific 這座樓的名字叫做Greenhouse 聽到Greenhouse這個名字 所以就找了這個草地和大家分享 這個位置就會在對面前面 這裏有一個三角形的綠色空間 和舊樓在這裏 然後Greenhouse 改座樓 就會在前面這個 現在看到三層高將會清拆了 建一個43層高的一個高樓盤 這次Greenhouse這個項目 和以往我們分享Concord的很多項目都很不同 之前無論是Concord Metro Town 還是Concord Oasis 都是大型屋宇宙 限定四五座甚至十座 是一個比較大型的社區 這次是一個安靜點 寧靜點的單凍生活 而且它是走高端奢華路線 因為我收到的資料是 它的電器appliances 這次是Wolf Series 會升級了 還有它是大量的兩房三房 只有少量的一房單位 它主打都是招呼一些 或者它主打都是一些 可能是大家想自住的 看待生活質素的 所以比較多兩房三房 而不是很多小的一房 集在一起就要轉出租樓 所以這就是這棟樓的features 它就會建在這邊 它的樓盤是長條形的 它這次是會有一個rental tower 和主樓是完全分開的 rental tower是在南邊 近一些sky train 七層高 它的主樓是大概這個位置 它就會升到43層樓高 現在初步的資料 我們有的就是會分為三個collection 由最高的penthouse那一層 有兩個單位 penthouse下面有一個portion 它就叫做peradoramacollection 就是主要一定會是 兩房加guass 或者三房的大單位 就像以前conconmation 那些sky collection 一層只有五個單位 全部都是tubeck加guass guass的意思是 那間房間比較小 但也可以放床 或者是真三房單位 然後下面的majorcollection 就是vistacollection 而今次比較特別的是 會由高層開始賣起 跟以往不同 以往可能是XC賣了大量的單位 才開一些高層單位 今次就會先由高層的 這個叫做Panoramacollection 開始放售 這座樓現在未出for plan 應該下個星期就會有 到時有for plan 再出一條詳細一點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 今天是一個quick teaser 和我們的飯後散步 現在吃飽飽 一會兒和我們走到 Patterson SkyTrain附近 我們剛剛開車 走那條Patterson的路上來 都覺得原來都幾chill 很多球場 中央公園 很多人散步 放狗 打網球 都幾開心 我和記者正在拍完影片 先散步 說回建築 Greenhouse 顧名思義 西邊南邊 會有Central Park的美景 但北邊 大家可以看到 已經有座樓 大概是東北的地方 即是東北這邊 會多一些樓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是西邊 再過去 後面隔多一些Lowrise 就已經是Central Park 所以景觀可能會主打在那邊 如果回到北邊 就會明顯看到很多 新新舊舊的高樓 到東邊一樣 這邊就是Metro Town的方向 以前有很多樓 比如Parla Central Park House 也在這位置 那邊差不多到南邊 就是SkyTrain的方向 好啊好 這裡中間有一個 三角形的 Breein Space area 一邊隔了 也有樹 即使來到這邊可能會有樓 都不会很逼劫扭望扭握手楼的感觉 除了卖点是近Patterson站和中央区之外 区所没有之前的项目那么大型 但也有自己的室内泳池、gym房、乒乓球房、卡拉OK房等等 我们有些详细的资料再跟大家分享 现在我们就去逛街 散散散步已散过来Sky Train站 刚刚我们讲的Green House的楼盘在后面 走过来Patterson站可能是三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 对面马路就已经是Patterson站 这一条就是Central Boulevard 然后这边就是Olive 你进来Olive之后向后走 就已经可以去到Green House的位置 这下一个站就已经是Matchel Town 所以大家可以去 不是那边 不是后面是Matchel Town 这边过去就在Vancouver 日落 那边有球场 我们怎样走 这样走 是经过这边 一路全部都是树 里面已经是Central Park 然后看到很多球场 很多人在那里散步 踩博板 这样很开心 对啊 很厉害 眼都没眼 这条路 日落之路 日落之路 大家如果住在这个Green House 或者这个地区的话 那你未必是非常之近这个 饮饮吃吃买菜 你要也要走路 或者你可能开车 或者搭Skytrain 搭一个站去Matchel Town 上次上次Station Square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过六个超市 慢慢买 但是这边更近的 就是一个比较 Lifestyle 多些绿化植物的一个地区 基本上你是 换了拖鞋 换了衣服 这件衣服 已经可以下来 就可以很多散步了 那边是球场 去Central Park 先走一下 我都没试过去Central Park 很大 是呀 走到明天都走不完 你去到傍晚这些时分 已经凉了 我今天日头的时候 都还在说不用穿这件衣服 可以穿背心在外面走 热热地 但是去到下午夜晚 凉了阴天之后 你已经要披一件衣服 是没什么蚊虫的 你可以来散步 女生不用怕容易被蚊疾 被蚊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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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很棒啊 其实都挺好feel 除了Skytrain声 令你觉得自己在城市里面 这个Skytrain 但其实没有了Skytrain的声音之后 走进来 都真的忘记了自己在城市里面 里面也挺好feel 今天跟大家很快地分享一下 我已知的资讯 就是Greenhouse这个项目 在哪里 附近有什么配套 未来所有计划 更加详细的资料 会有影片 再后補给大家 如果有兴趣 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话 就请大家回到我的网站 kwfwide.com slash greenhouse 登记 我会尽快回复大家 有什么新资料 就会第一时间 传给大家 同时我会帮大家 在我 在Concord Database 因為之前我拍過不同的 Concord樓盤 都有分享過他們有個 registration system 類似是先來後到 越早是register了進去 將來去看preview 買樓的機會 也算是排得前一點 所以當我收到大家的登記 information之後 我都會自動幫大家再register上去 所以你都會同步收到 Concord confirmation 多謝大家 拜拜 現在我們就去逛街了 Go 走過去 當然是駕駛過去 到何時了 你說逛街散步 減肥散步嗎 快點吧